生活中,你很想看清人心,谁是趣味,谁又是认真,你很想摸透感情,谁是假意,谁又是诚恳,你累不累,苦不苦,自己最明白,你难不难,痛不痛,自己最清楚,人生,没有谁没有苦楚,没有谁不曾劳累,你过得怎样,活得如何,自己最懂得,每个人的骨子里,都有一分坚强,留给自己, 每个人的心中,都有一个角落所住悲哀,留给心灵,人只活一次,从爱自己做起,从疼自己开始,才有力气活出唯一的你,珍贵的你,活着,本来就不容易,不必压抑,不要刻意,谁都有得不到的情意,谁都有难言的情绪,感情,不是因为得到了才去付出,而是付出了才有得到,缘分, 不是因为有意义才去珍惜,而是珍惜了才有意义,有时候哭泣不是因为难过,有一些东西错过了,就一辈子错过了,人生会变大,守住一个不变的承托,却守不住一颗善变的心,有时候执着是一种负担,放弃是一种解脱,人没有完美, 幸福没有一百分,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一次拥有那么多,也没有权利要求那么多,否则苦了自己,也没难过对方,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,做法,活法,理界不同,做法不同,活法就不同,我们没必要去干涉别人,影响别人,甚至攻击别人,太好,不会嫉妒, 不会报复,它不好,不去打击,不去鄙视,人人都有自尊,人人都有苦衷,生活中没有谁,不希望自己活得更好,走得更顺,学会理解,尊重与帮助,生活会更好,更美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